欢迎收看苏醒的富士山 聚焦日本近刚 我是舒孟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咨询机构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在今年4月30号建议 将日本人奉为圣山的富士山 登陆为世界文化遗产 消息一出日本举国欢腾 特别是近刚人 因为富士山横跨日本近刚和山里两线 位在本周中部的近刚 就是看富士山视野最棒的地方 多数的近刚人看着富士山长大 而近刚的土地 也是因为富士山的滋养得天独厚 近刚绿茶日本第一 吃生鱼片必备的山葵 Wasabi 最早也是来自近刚 还有樱花虾黑鱼鱼 全都是近刚限定的名产 就连牧府将军德川家康 都指定要在近刚安度晚年 这个宁静呈现 因为一座山变得珍贵富饶 山中的宁静员 五月天 阳光何许 翠绿整齐的茶园 是大地一幅绝美的风景 这是日本金刚 也是绿茶之乡 嗨 こんにちは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池田博是足酒堡绿茶联合会的议员 足酒堡是日本绿茶的发源地 种茶历史超过800年 也是江湖时代大将军 德川家康指定的御用茶 金刚绿茶和京都绿茶 现在并列日本第一的封号 而我们拜访的此时此刻 正巧是茶界中梦幻极品 八十八页茶采收之际 一二三五年 一番美味的茶 所以八十八页茶就是这个 一星二夜 所以今天就是最好喝的茶叶 一二三五年 顺依国师从中国把茶叶引进日本 金刚因为有富士山屏障 气候温暖 天然雾气加上日夜温差 始终维持七到八度 这是绿茶最好的生长保地 八百年来 足九宝的茶奴们 依循着采集八十八页新茶的传统 一年虽然有三收 但却直采五月初的新茶 其余茶叶都拿来做肥料 以茶养茶 让金刚绿茶始终维持极品地位 但要品尝最高等级新茶的滋味 冲泡也得讲究 3gを3回入れます 三公克分三次的饭 五人から六人分のお茶が入ります OK 旨味が出る温度なんです 一分です 正確に一分です 一定要一分钟 少一点点 少几秒不行 多几秒也不行 1分10秒也不行 それがお茶で持っている そう出してください お茶で売ってるんです 抽出出来的 七酸的味道 金刚茶很想求 五四三二一 OK 同じ成分が全部のお茶に注入り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 美味しい 用88夜新茶 重爆出的茶 香味最濃 茶濃缩 茶濃缩 还会散发出一种阿法波 喝了会延年益寿 因此100公克 价格高达4000日币 是一般绿茶的三四倍 这就是金刚的梦幻极品 完美的天然种茶环境 山坡上田野间一大片绿油油 整齐画衣的茶圆风光 成了金刚的招牌景色 家家户户拈茶泡茶也成了金刚独有的芬芳 金刚出产的绿茶年产量高达3万吨 占全日本产量的四成 从高档的88夜新茶到一般人喝的平价煎茶 这一杯回甘的滋味已经创造150亿日币 相当于45亿台币的绿金商机 富士山脚下的绿色茶园 也成了金刚最美的风景 穿过茶园再往深山走 这里是有东木 也是山葵wasabi的原始故乡 我们现在要跟望月达人来找山葵 好 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采山葵呢 因为这里就是山葵的发源地 日本料理当中少不了的山葵wasabi 原本是生长在深山泉水之处 四百多年前住在金刚郡府城的德川家康 有一次收受了有东木香名进贡的山葵 一尝之后倍感美味 加上山葵叶片的形状和德川家灰葵相似 德川家康就下礼 山葵为幕府庇护之物 其他地区禁止栽培 有东木就成了山葵唯一培育和发源之地 一直到150年后才渐渐普及于日本 但有东木所产的山葵 几百年来始终是上榜 因为那个投影长出来了 可以看得到 他觉得那个应该很大 那我们要来挖吧 有东木的山葵不止是养赖德川家康的加持 栽种山葵三十年的达人望月说 静岗的好山好水才是决定因素 光月先生要证明说这里 静岗的水质非常好 所以就是连山泉水 直接种芥末的山泉水 都是可以生喝的 我来喝一下 好甘甜喔 美味 所以难怪 静岗的芥末真的很棒 有东木的山葵田 完全用自然农法 不撒农药 不失肥料 天然环境加上品种 这一片山葵田 也是一片黄金田 这样大要多少钱 这一颗大概多少钱 这两千日币 这就要两千日币 这一颗芥末要两千日币 差不多台币 六百块 还有总共 全部 年间多少千日币 所以有钱人 金持 大爷 金持 贫乏呀 再洗干净的山葵更显纯净 山葵不光是作为生鱼片的砖酱 把筋切碎 调味 加上酒糟 搅拌均匀 就成了一道天然十足的山葵料理 沿着海岸线 日本江湖时代称为东海道 著名服饰会画家安藤广仲 画了东海道五十三次 也就是沿途的五十三幅风景 其中一处是金刚的丁子屋 四百年光阴 许多地方早就悟患心仪 人是已非 却没想到这四百年前 一个给旅人的休息驿站 四百年后居然屹立不遥 柴山丁子屋第十四代传人 丁子屋的外观经过整修 依然保有江湖时代的古色古香 就连右边种的梅树 也和四百年前的位置相同 一间驿站靠着山药饭 一开竞开了四百年 各种秘密是什么 我们要一探究竟 好 一起去四百多年前的驿站 纯色的果木 泛黄的双号标签 透露着悠久的历史 这边是三百多年前 这些旅客留下来的 就是这些旅客留下来的 薪を燃やす 每天早上要燒炭燒柴去熟 对 屋子中间的围炉里 木炭从早到晚熊熊地烧着 不是为了烧烤食物 而是要维持屋里干燥 驱赶蚊虫 让数百年的木头不至于腐坏 十三十四代的丁子乌传人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去看 到底四百多年前的山药拌饭是怎么做的 行きましょ はい どうぞ レッツゴー 请来吧 哇 就是这个山药 这就是金刚的山药 细细长长的山药 和一般所见并不相同 这是丁子乌四百年来的独家秘方 自然庄的特徴是 土的香味和粘味 全国有的製作 山药先磨成泥 再捣一捣 让山药更光滑 看起来很轻松 但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完全要靠多年经验累积 他要看一样整部 所以实际上没有具体的规律 就是要看 粘味和粘味 他的粘性变得更强 然后开始润滑来的部分 所以他从小就会做这个了 小学 小学 山药泥逐渐变粘稠光滑 拆衫再靠着感觉 加入酱油和鸡蛋调味 最后步骤是 最后步骤是 淋上四百年前特制的秘方 味噌汤 所以有一些秘方吗 有很多秘密的秘密 有很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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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现场已经可以闻到 山药的香味和味噌汤的味道了 有很多秘密 这是鸡蛋汁 鸡蛋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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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華氏 百万万的肠 太快 6 0000 韩兴 1 2 二、三、三汤匙的香药 入れて and mix 搅拌一下 空気を入れるように 空気とよく混ぜてください 为什么呢? ちょっとこうふんわり柔らかく仕上がります 音を立ててザササ 私はしっかりとしてみてください さあさあさあ さあさあさあ OK あの 蕎麦 熱炭炭加了麦子的牛肉 淋上滑嫩粘稠的山耀泥 400年前 一碗給当時跛山涉水的旅人 补充体力的山耀飯 400年後 也成为日本人缅怀农耕时代的一丝淳朴美味 一碗朴实的山药饭 征服了古代人和现代人的胃 也是绵延了十四代的金刚人和食物情 一碗山药饭 一杯清香绿茶 一抹翠绿山葵 这些日本第一的农产品几乎都拜富士山所赐 富士山日本最高峰 3775公尺 是座火火山 四十万年前开始屡屡爆发 喷火和岩浆慢慢改变了富士山的形体 最后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两侧均衡完美三角锥 富士山的日文发音和不死相似 因此古代日本人就把富士山当作神来膜拜 认为山上住着许多神仙 必须怀抱敬畏之心 潜心参拜才能震得住火山喷发 富士山上一次喷发是三百年前 一七零七年在当时的江湖东京 落下的火山灰厚达四厘米 富士山自古以来是日本人心中的圣山 江湖时代福士会名家葛世北斋 画下了富月三十六景阳明世界 现在日币千元纸钞背后也是富士山的图案 一张张樱花照片 他是望月芳雄 日本六位守护樱花的英手老人之一 八十五岁的他二十六年来走遍了全日本 拍了四百多棵超过三百年的老樱花树 他的家就住在富士山脚下 从小看着富士山春夏秋冬不同景色 这一张富士山和八百年樱花的照片 是他最艰辛也最得意的一幅作品 富士山在日本人心中就像神一般伟大 富士山是日本的圣山 更是金刚的神山 因为金刚风饶的物产 几乎都来自于富士山的滋养 雄伟的富士山庇护金刚 挡住了台风和冰雪的侵袭 三千七百多公尺高山顶融化的雪水 更成为补育万物的养分 金刚人从古到今 看着日本人心中的圣山在眼前助力着 就让金刚从江户时代 就成为贵族独钟的宝地 这也是金刚的九能山东照宫 也是祭祀德川家康的神社 德川在晚年的时候居住在金刚 而最后遗愿也选择在金刚 作为他的长年之地 德川家康当年居住的郡府城 后代祭祀的东照宫 在在都让以农为本的金刚 天然绿叶茶园景色之外 巷弄街道 一砖一瓦 也多了点幕府时代的贵族气息 金刚得天独厚 境内不但拥有全日本最高的山 富士山也临着最深的海湾 郡河湾 因此在金刚的物产也特别丰饶 好香 好酥脆 美味 美味しい はい 優秀 どうぞどうぞ 召し上がっててくださいよ 美味しいですよ はい 誰かな はい 優秀 優秀 桜海苣ですよ どうぞ どうですか 美味しいです 美味しいです 金刚是日本唯一 也是日本第一的樱花虾产量地 那么每年五月 就是樱花虾最成熟的季节 所以在这时候举办的樱花虾节 一天就可以吸引四万人次 金刚临着日本最深的峻河湾 最深水处深达两千五百公尺 日本樱花虾一年产量高达一千两百公顿 比台湾东港的樱花虾 九百顿产量还要高 就为日本带来四十亿玉币的商机 世界No.1的樱花虾产业 其实来自两百年前 一个美丽的疏忽 1894年 金刚游笔港的两个渔夫 在峻河湾捕鱼时 因为忘记绑上福尊 结果鱼往下沉到深海 捞上来时 发现不知名的大量小虾子 从此全日本唯一的樱花虾渔场 就开始贡献意外的美食 但金刚能成为樱花虾的原虾 也失败富士山所死 富士山 樱花虾生存环境特殊 金刚的峻河湾是除了台湾东港之外 唯一的产地 因此日本已经把樱花虾 列为国宝级的水产品 规定只有春夏两季 各一个月的捕捞旗 更显出樱花虾的尊贵 而除了樱花虾 同样得天独厚的环境 也滋养了金刚 另一种世界第一的产业 这里是金刚的鲍鱼冷冻仓库 也是全球唯一一个 可以到达零下七十度的冷冻库 所以所有的渔获在这边都可以保鲜 但是零下七十度到底有多冷呢 我现在手上有一条湿毛巾 还有新鲜的花卉 我们要进去冷冻库看看 它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首先你会先经过一个这个 现在大概感觉已经有到零度左右了 接下来才是冷冻库的位置 天哪 这已经开始感觉很冷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冷冻库 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渔获 全部都是在这里的鲍鱼 存放的地方 好那我们刚刚带来的湿毛巾汉花 我们现在有一个汉花 天哪 已经变碎了 而刚沾水的湿毛巾 现在已经完全变成硬的了 所以零下七十度 就可以保持渔获新鲜 真的很冷 好冷喔 只在冷冻库待上几分钟 头发和睫毛都已经结上一层霜 金刚拥有全球唯一 可以到达零下七十度的冷冻库 原因就在于 这里可是全球黑鲍鱼最大的集散地 在零下七十度的冷冻库保存的黑鲍鱼必须要经过十五个小时才能够解冻 而现在就是金刚七水港最有名的鲍鱼解体秀 就看师傅飞快凌厉当法 这只快要二十二公斤的黑鲍鱼 伸手易处被大卸好几块 黑鲍鱼肚 鲍鱼节体秀精彩 现场拍卖更是热烈 因为一口下去的肥美滋味 实在让人难以拒绝 在金刚鱼市场 有时候一只超大肥美的黑鲍鱼 可以拍出三千万台币的高价 世界各地的鱼船 一年约捕捞到十三万顿的鲍鱼 光靠着这些肉质鲜美的深海家伙 就为日本创造一百三十一亿日元的庞大商机 金刚是全世界最大的鲍鱼进出口港 所以现在看到这一排鲍鱼生鱼片 卖日币一千块 但事实上它是台湾鱼船在印度洋 捕捞到的鲍鱼 然后来到金刚 要吃到雄青的鲍鱼撒西米 除了金刚 绝无其他选择 临着海湾的一条河岸市集 除了黑鲍鱼 还能看到各式各样新鲜货 丰富的鱼货 也连带让以鱼类为原料的关东煮 在金刚发扬很大 金刚的鱼货特别丰富 因此以鱼板作为主要材料的关东煮 在这里就很有名 像我现在走的这条叫做关东煮胡同 全盛时期甚至高达三百多家 嗨 三平大的小空间 所有人围着喽醒小吧台 小店气氛像熊熊炉火一样 酥腾腾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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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从来自雄青岳出身 所以我从来自雄青岳出身 所以我从来自雄青岳出身 是的 我从来自雄青岳出身 我从来自雄青岳出身 一到下班时间 静岗市的这条胡同总是挤满人潮 关东煮本来是关东名产 但在静岗似乎更有风味 有人甚至叫它静岗煮 为什么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平民平价美食 可以让人从小吃到大 甚至店多道充斥满满一条街 我们要找出静岗煮的美味秘密 美丽的欧巴桑小川女士是静岗最有名关东主的老板娘 墙上一堆名人签名 顺意好的不得了就知道这绝对是家超级名店 他就是关东族名店的老板娘 所以我们要来跟他请教到底静岗市的关东族厉害在哪里 黑色鱼肉饼 竹签插满了各式各样的食材 从特殊的黑鱼肉饼到最常见的黑轮 但最让人好奇的是 静岗关东煮的汤底不像一般关东煮清澈 而是深沉的黑色 它也是黑色的汤 65年以上继续煮过65年 等一下 所以这一锅关东煮的汤已经煮了65年 65年 对 它是活的 65年关东煮汤 这真的是第一次听到 全日本人就我们一家用65年的老汤 65岁的黑色汤底到底藏了什么 不败秘诀 走 我们要去厨房吃 这一锅就是关东煮的汤 为什么要选金刚黑牛 这一锅是比较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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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肪酱油 大块大块高等级半斤半肉的金刚黑牛 只加上专用的酱油 没半点调味料熬煮两个小时 滚滚浓汤阵阵飘香 浓郁的牛肉汤底 看了叫人口水直流 这是65年来 葡萄却最持久的好滋味 100人以上 每天平均有100多人 买这锅饭 最多的时候 一天卖一只 全部合适 一天哦 一天哦 怪不得可以到65年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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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锅子美味 不但金刚人从小吃到大 还有一堆外来客 慕名而来 看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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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杂志的介绍 这家店非常有名 对 对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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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开了六个小时的车 开了六个小时的车 然后来这边玩 然后吃关东煮 对 我父亲在吃饭 这就是 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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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盘接一盘 内用加外带 65年的小店天天客买 临海的金刚市 集了四百多家关东主店 新鲜捕捞的海里食材 独有的居酒饮食文化 金刚也成了日本一级棒的关东主圣地 深海美食或是芬芳茶香 金刚物产靠着富士山养育滋补 但311地震后 金刚也出现了规模六点次的大地震 2013年4月更出现一条长三百公尺 宽十公尺的裂缝 河口湖也下降了七公尺多 种种预兆和绩效显示 沉睡三百年的富士山 现在蠢蠢欲动 一旦富士山喷发 附近居住的56万居民 将要立即撤离 经济损失难以估计 林牧雄介 研究富士山十几年的政府地质学家 预测富士山几年之内一定会喷发 黄瓜橘子鲷鱼开胃菜 海蛮生鱼片 火烤黑和牛 从芦笋到豆腐 从山葵到梅子酱 拥有36年经验的料理长高桥新思 自豪地说 在静岗的厨房里 所有食材 调味料 都是在地出产 安心 安全 从日本平眺望整个静岗市 富士山远方助力 像个守护神 世世代代滋养这块土地 视觉上的美景 舌尖上的美味 就成就了直浦静岗独一无二的内敛魅力 直浦的静岗因为富士山的滋养成了魅力之都 但静岗其实还有个人物同样举世闻名 他就是樱桃小丸子 这个在日本 台湾 香港都播出的漫画卡通 大家对这个小学生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作者他就是静岗清水人 静岗成了小丸子的家乡 而为了吸引粉丝朝圣 静岗市还打造了一间小丸子乐园 里头有和卡通漫画当中一模一样的场景 超级卡哇伊 请您持续锁定苏醒的富士山 聚焦日本静岗 欢迎回到苏醒的富士山 聚焦日本静岗 靠山靠海 物产丰饶的静岗 还有一个全球知名 而且超吸睛 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他 樱桃小丸子 虽然是虚拟的漫画人物 但是樱桃小丸子卡通 1990年开始在日本富士电视台播映之后 连续20年高居日本动画收视率前三名 现在已经播了超过一千集 小丸子的作者叫做樱桃子 他出生在静岗出水区 小丸子卡通漫画就是作者的童年生活 故事围绕着小丸子和家人 还有同学之间的生活小事 静岗市身为小丸子的故乡 就为小丸子打造了国务馆乐园 而小丸子当然也顺理成章地 成了静岗市观光代言人 从到什么程度连市长名片上头都印着小丸子的图案 静岗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全国名人 不是大人物也不是大明星 而是小丸子 静岗还特别为小丸子打造了一个博物馆乐园 所以首先会看到小丸子的家 这是妈妈的厨房还有餐厅 然后这个是爷爷奶奶的房间 都跟卡通一样 接下来会看到爷爷和奶奶 再来就会看到小丸子的房间 跟卡通描述一样都乱七八糟的 樱桃小丸子的作者樱桃子是静岗清水人 他以自己童年生活当作故事背景 画了樱桃小丸子漫画 1990年日本富士电视台 就将小丸子翻上荧幕 每个星期天的晚上黄金六点 进入日本人家庭 我是英文名叫桃子 念小学三年级 因为我从小就个子还小 所以就有了一个绰号叫小丸 就因为我不是个女孩子 所以就习惯性地在小丸子下面加一个子 于是大家都叫我小丸子 好 剪刀石头布 夹我出 不算不算 你刚刚慢出 我还有啊 我再没有了 重新猜一次 这个有点懒惰 脸上常常会出现三条线的小学生 和家人以及同学 无厘头又天真的对话 很快赢得观众共鸣 卡通一播出 不但收视率高居第一 而且一播竟然播了一千集 超过二十年 一会是日本男女老少心中第一名的国民卡通 除了主角小丸子 搬上同学 花轮 美环 各个知名度大森 又人同学 我们两个可不可以一起玩呢 好啊 我来吐白雪公主 好不好 好啊 那我扮灰姑娘好了 住口 你要扮镜子才行 镜子 不要是不是 那就算了 好嘛 好嘛 我扮镜子 镜子 镜子 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人是谁啊 快说 是 你好讨厌 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跟她玩 好 除了小丸子的家之外呢 还有小丸子上的学校 这一条就是到学校的路 然后呢 进了学校之后 还可以看到 跟卡通一模一样 有大家的鞋子 这是藤木的鞋子 然后这些呢 就是小丸子的同班同学 进入三年四班的教室 小丸子博物馆里的教室 打造得跟卡通里头一模一样 还有老师站在讲台前 主角们的人形看板 更让小孩子大孩子 抢着拍照 小丸子横翻天 他的故乡靖岗市 十四年前 就在清水港边打造了 这一座小丸子博物馆 可以眺望富士山美景 和摩天轮乐园 一年至少十万人次造访 印着小丸子肖像的 饼干糖果日用品 周边商机更是难以估计 看准小丸子超强的吸睛魅力 金刚市政府脑筋动得更快 甚至让小丸子肖像 越上官员的名片 小丸子采茶 小丸子晒樱花虾 或是小丸子玩模型 所有的金刚美景物产 都让小丸子来参与角 課长 部长 甚至金刚市市长的名片 全都是小丸子 让拿到这些名片的人 印象超深刻 更舍不得丢掉 小丸子的超高人气 连带也让爷爷和好同学 一个一个都成了 金刚市招揽观光的代言人 一个怀旧的童年回忆漫画 让宁静故乡 生命大造 这个留着西瓜皮的可爱小学生 小丸子 也和富士山一样 成了金刚市最令人雀跃的风景 樱花小丸子 樱花小丸子 让农业为主的金刚 多了点人文趣味性 但您可能不知道 金刚还是日本品牌诞生的大本营 从Honda汽车 Suzuki零幕机车 到制造钢琴的山叶YAMAHA 这些世界知名品牌 竟然全部来自金刚 金刚到底还有什么 叱咤全球的产业 请您持续锁定 苏醒的富士山聚焦日本金刚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日本金刚因为拥有富士山 故产特别丰饶 但富士山不但滋养了土地 更滋养了人心 契机车界的大品牌 Honda和Suzuki 还有钢琴店的龙头YAMAHA 全球知名的三大品牌 竟然全部来自金刚 日本其他地区人 就给金刚人的评语是 特别有自己的想法 而这样的人格特质 就让金刚不但诞生了 世界上最大的乐器制造商 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 还有另一个世界第一 就是模型产业 六七年级生 一定对蓝白红白双新标志不陌生 从小玩到大的迷你四驱车 还有逼真精致的跑车飞机模型 全部都出自这一家田工模型 而它也来自金刚 世界上所有的模型 都应该从真车发展出来 但只有这一台德国做的车 它的设计灵感 竟然是来自于田工模型 卡米娅 田工模型 红白蓝白双新标志 对六七年级生来说 是童年玩迷你四驱车的珍贵回忆 更是所有模型玩家 心中顶级的代名词 1946年诞生在金刚的塔米娅 是全世界第一名的模型公司 灵魂人物就是它 田工俊作 塔米娅的创办人 也是模型界教父 出生在二次大战炮火袭击的年代 让田工成为军事迷 幼稚园时就完成了 人生第一架飞机模型 家中本来做木材业 后来成为模型专业制造商 战舰 飞机 航空母舰 每一个模型田工都要求 做得逼真精致 1975年买下这一台保时捷911 但当时并不是要来开 而是把它拆解当作模型参考 协议中追求完美的因子 让田工出产的模型 不但攻占玩家粉丝的心 更受到所有车厂认可 这台1976年 首次在F1出现的六轮赛车 竟然是车厂主动要求田工制作模型 为了一个小小模型车 田工可以飞到欧洲各大车厂研究 眼前一台台展示在塔米亚 价值千万的赛车 全都是各大车厂对田工模型的肯定 以前拿原车拆解制作模型 现在田工设计的模型车 反而成为德国车厂打造的版本 三十多年前这个模型车厂 这个模型车厂 三十多年前做成长这个模型 然后去年 这个模型车厂 没有改变得到 德国人来带来 这个实际上做成长 田工花了一千万日币 买下这一台史上第一部仿造模型车的 德国汽车展示在公司大厅 完美态度 注重细节 田工已经彻底将手指尖的雕虫小技 真正做到神父奇迹 年轻BD 欢迎回到苏醒的富士山聚焦日本金刚 今年富士山成功登陆为世界文化遗产 但其实早在1992年 金刚的民间团体就发起了 让富士山成为世界遗产为口号的运动 但当时的富士山 粪尿横流 垃圾成堆 欧美登山客甚至严厉批评日本 是个经济一流但道德三流的国家 也让美丽的富士山浮上阴影 多次和自然遗产的殊荣 擦身而过 但2000年开始 日本人发起了进山运动 几年下来 富士山的山屋厕所配置完备 再也没有人乱丢垃圾 自古以来 日本人对山的敬畏精神 转化成爱护自然万物的环保概念 今年终于得偿夕愿 富士山滋养了日本 似乎也改造了日本 这是在令人摒急的火山美景 和丰饶物产之外 日本苏醒的环保思维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苏孟岚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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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